抱春来的发球的最高的时速 应该能达到300公里每小时 差不多吧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世界顶尖的羽毛球运动员 和我们的机器人 羽毛球运动员的PK 不好意思 我发出界了 好 抱春来发球 机器人接球 抱春来发球回过去 机器人再次回过来 抱春来再打过去 两个人向广场舞 打出了广场舞的节奏 好 非常的悠闲 好 这场比赛非常有意思 一个球员是站着打 另外一个球员是躺着急 直接准备扣杀 还没有扣杀 直接准备扣杀 还没有扣杀 赛程过半以后 突然大家有了一种感觉 机器人正在学习 并且在不断的前进 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 非常违地 我发现一个问题 他在看我的球路 他在学习你 赛老师我现在用我的独门绝学了 好 漂亮 抱春来不仅扣杀成功 还把球打到了机器的脸上 对于机器来讲 这是极大的侮辱 先跟他玩火 然后再扣杀 哈哈哈哈 我自己对自己的扣杀 还是挺有信心的啊 我自己对自己的扣杀